刚出生两天的小婴儿 哭声洪亮十分有活力 但偌大的婴儿房只有他一位 随着少子化浪潮来袭 医院的接生比例是不断降低 所以说目前讲的话 大概这个人数大概也是创新低 隐藏身预估 台湾今年总生育率将创历史新低 更透露过去每个月 可以接生八九十位婴儿的盛况 到现在一个月顶多十多位新生儿报到 加上碰上疫情和虎年效应 大家不敢生 少子化问题已成国安危机 来到婴儿房 过往一整排新生儿的景象已不复见 台湾少子化问题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从国发会的报告更可以发现 到了2035年 台湾将会取代南韩 成为全球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观察台湾近年的总生育率 新生儿人数是逐年减少 2020年是已经跌至0.99人 代表平均每位妇女 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不到一人 去年更蓄降到0.98人 虽然比韩国香港高 但国发会预估 到了2035年 台湾恐怕成为全球生最少的国家 到底是什么原因 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规划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薪资调整的速度 比房价甚至比一般的物价 要来的慢 生育的时间越来越晚 这个会导致 我们整个生育率会往下走 所谓的持婚跟持育的现象 比韩国严重 我们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年 会比韩国更低 其实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都是我们的家务跟育儿的分工 有极度的性别不均 要做充足的公共图育服务 跟要创造弹性的育营家 孟臣都是支持女性可以持续就业 同时也支持男性可以参与育儿 我们认为这样子的政策 作为才能有效的提升低生育率 年轻影背不敢生也不想生 尤其是职场女性 就怕生育对职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人力银行调查有35.6%的女性 为了照料家庭占离职场 但只有16.3%的人复职成功 甚至有6.9%的人被迫转职 因此现在有不少企业释出善意 提供良好福利鼓励催婚催生 像是人保我们就看到 他每胎可以补助6万6千元 目前已经补助了3千多位的新生儿 另外还有像是红镇自动科技 他们每胎是补助12万 分成12个月来做发放 这些企业不管是托育补助也好 育儿津贴也好 其实都非常积极的 要为这些员工来打造一个 更友善的职场环境 台湾当前正面临生育率低 社会高龄化严峻的人口危机 看看亚洲四小龙 从高龄迈入超高龄社会 我们与韩国只花了7年 新加坡与香港也只花了9年时间 相较于欧美国家更是明显加快 台湾生育率敬佩莫作 年轻一代的抚养负担越来越沉重 像消除少子化危机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年轻人不婚不生的问题 如果再不重视恐怕大难临头 TVBS新闻何嘉阳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